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曼学,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击网上面的一个讲解 咱们上节课当中呢,已经给大家实现了这种布局显示的一种样式 那么本节课当中呢,我们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以及我们的验证码,咱们点击登录,来提交到我们的服务端进行验证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就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上节课当中来实现的这个MyLoginActivity,咱们来打开一下 我们是在这个里面呢,直接调用了这个HandleLogin的方法,来做到回传值的一种效果 在我们本节课的处理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方法呢,重新定义一下 这相当于直接把值给我们显示在我们的页面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点击了登录,那我们服务端并不存在这个用户名密码的时候 其实要提醒我们无法登录,对吧 所以相当于我们这种回传值的效果呢,我们把它分装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叫做LoginSuccess 那么我本身的这个HandleLogin的方法呢,我们还是来定义一下 你比如这是我们登录成功的时候执行的方法 OK,我们把自己封装好的一个登录的方法呢,咱们再来说一下 咱们定义这个方法ProviterViewID 同样HandleLogin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获取一下当前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你比如我们获取的username,咱们是从我们LoginName这个空件当中 调用它的gettest,同样调用它的一个tostream OK,然后呢,我们获取密码,password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当前我们有用户名 同样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个密码的显示 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空架,loginpass OK,我们把这个loginpass呢,也给大家来声明一下 我们ID呢,就是loginpass 同样呢,我们这里面使用loginpass OK,我们在这里面呢,就使用我们的loginpass 调用它的gettest 好,拿到我们的一个密码 咱们接下来呢,咱们就使用htt协议当中的一种提交请求的方式 当然我们拆有tost帮下面呢,已经对这种htt请求做了一个封装 所以我们直接来进行编写 首先我们拆有一个http utils 调用send的方法 在这里面我们传上当前的一个提交方式 你比如我们使用的是httpmizer的 调用它的一个get方法 同样url呢,我们使用concent 我呢,给大家封装一个url 咱们在concent这个类当中呢,给大家定义一个url 这个url呢,我们就是登录验证的一个url OK,我们使用public static final类型的stream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叫做user-login 我们使用主机的一个连接地址 加上我们一串二字不串 这个字不串呢,是我们服务端给我们已经写好的叫做api user-login OK,我们的url呢,已经给大家定义好了 这就是我们登录验证的一个url 然后呢,我们是在这里面直接去访问这个url 我们叫做user-login 同样我们使用拼接字不串的形式呢 来给大家拿到一个username以及password 好,我们使用按的符号 跟上我们的一个username 同样加上我们刚刚大家拿到的这个username 同样加上按的符号 我们也去拼接一个字不串 把我们的password也给大家拿到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是一个callback 我们就new一个request callback 同样这个范鞋呢,我们填通streme类型 咱们让它回掉的是一个字不串类型 好,在这里面呢,它会实现里面一系列的抽象方法 我们把它来实现一下 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方法 好,我们在这里面呢,来写一下这个失败的方法 失败的方法呢,咱们比较简单 我们就直接toast打印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直接给它使用toast make test 咱们使用myloginactivity.this test的内容 我们使用登录失败 duration呢,我们使用toast的 那是short 最后调用它的一个show方法 OK,我们在登录的成功的方法当中 我们进行代码的编写 那登录成功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要的是一个response info对象 把里面的stream类型的ziptron给它取出 当然,在我们服务器和客户端交互的时候 用到的还是一个csontron 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使用到的就是 用一个gothembuilder 然后我们调用它的create方法来创建一个gothem对象 好,拿到我们这个gothem对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gothem对象的fromjson方法 咱们来定义一下 gothem调用它的fromjson 我们可以给定一个jsontron 并且指定它的类型 这种写法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写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直接给大家来拿出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已经把这个gothemfromjson 拿到的response object对象呢 给大家写好了 这里面呢 会拿到一个user类对象 我们在这个entity当中呢 已经给大家定义好了这个user 这个user里面拥有哪些字段呢 其实是从我们数据库当中 user表存放的一些信息来定义的 那咱们来看一下 好,这是我们连接的点评数据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user表 它的一种设计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我们这个user表当中 除了有id name loginpassword paypassword 还有咱们user的tel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电话名称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就定义 id name loginpwd paypwd 以及tel这几个属性 然后分别给他们定义啊 get set的方法 那我们在这个login activity里面呢 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编写 咱们取到这个object类型 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 如果我们object get a state 我们在这个response object类里面呢 定义了一个state的状态 这个state的状态 如果对咱们之前课程有过了解的同学 应该明白 1的时候我们表示获取信息 而我们取到其他的数字呢 表示没有获取信息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状态 如果当它等于1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登窝 成功 好,我们拿到这个状态等于1 OK,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拿到的这个object的状态等于1 呃,我呢修改了一下 咱们之前在定义的这个response object里面 定义的这个state的状态呢 是一个string类型 咱们在这个位置呢 给它改成int类型 我们拿到这个状态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就相当于有了数据 我们就调用咱们的shareYouTube 因为我们能拿到一系列的工具类包 所以我们就调用shareYouTube 我们去存放一下这个名称 相当于我们有了一个用户登录成功之后 下次再进入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读取这个用户 做到一种本地保存的效果 所以大家我们在这个YouTube里面呢 给大家来写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呢 那来给大家定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叫做写入登录的名称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给它定义一个public static void 写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值 所以我们调用一个叫做put user name OK我们传入一个contest对象 同样我们传入当前的一个user nam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名 我们把这个值呢写进到我们的share preferences文件当中 好我们调用的是contest对象 那我们将来给我们的get shared preferences 拿一下咱们这个fuel name 之前定义好的一个文件 并且啊定义它的一个操作模式 我们使用contest对象 获取咱们叫做model append 最后我们调用它的一个edit的方法 咱们获取一个editor对象 OK我们在下面呢 我们使用editor对象呢 调用put string的方法 我们给定一个字段 比如我们就叫user name value值呢我们传进去这个user name 最后不要忘了我们的commit方法进行提交 好这就是我们写入的一个名称 当然我们有写入的时候 一般都会对应的有获取 我们后续如果有的话 直接给大家来调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对这个方法进行一下定义 获取啊登录名称 public static啊 我们定义一个stream类型的 返回值 同样get username OK获取的时候呢 我们也给它传入一个contest对象 return 使用我们contest对象 调用它的get shared preferences 拿我们的fuel name 以及操作模式我们使用contest对象 我们调用model provider 私有的操作类型 同样调用它的get string类型 拿我们刚刚填写的这个username 同样给定一个默认值 比如我们的默认显示就是点击登录 OK这个方法呢我们就写完了 当我们这个登录成功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我们share your tools方法 直接调用我们put username 我们把这个值呢给大家传进去 首先contest对象呢我们就使用my login activity 调用它的一个this对象 同样username我们就给它直接传进去 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报错信息 这个报错信息是无法引用到一个final类型修饰的 咱们是在匿名内部类对象当中 如果访问局部变量 说明我们这个局部变量必须是要使用final进行定义 OK我们定义一下 最后呢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login success 因为你已经从服务器当中能获取到这个信息 并且进行访问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login success方法呢进行一下调用 出来登录信息 好这就是我们在客户端当中给大家定义的这一系列的方法 并且呢我们在最后给大家也做一个toast打印 比如我们使用toast make test 照项文对象也是我们login mylogin activity.this 内容呢我们就拿到这个getMessage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object类当中呢 又可以定义一个string类型的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provider string类型的msg OK同样我们对它进行getSet方法 我们在这里面呢就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的getMessage duration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定义一个toast 那么使用lensshort最后调用它的一个售方法 客户端的内容呢就给大家写到这里面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我们服务器端 是针对我们客户端的这些内容怎么进行操作的 既然我们在这里面有直接访问客户端的一个URL地址 并且回传了我们的user name以及passport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址来找一下服务器当中的内容 这个里面呢是跟上我们的一个主机host 还有api-user 那么flag定义了一个rocket 那我们来看一下服务端给我们怎么定义的 我们来到服务器端 在我们webrute webinfo下面的web.xml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啊 针对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api-user 它对应的有一个serverlet 叫做user-serverlet 那同样的我们就来打开这个user-serverlet 这个user-serverlet里面给我们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在我们do post的方法当中 定义了我们传输的一些格式 并且从我们客户端当中 根据我们user name password以及这个flag flag呢是我们从客户端当中给大家定义的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呢传过来的是一个login 我呢用这个标记呢 其实是为了区别登录以及注册 它们有所不同 所以呢就直接给大家定义了一个flag标记 同样我们在服务端呢也可以根据这个标记进行区分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接下来就实现了一个user-do的implement 我们看一下这个implement给我们定义有哪些内容 首先大家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服务端给大家写的user-do的一个实现类 那我们那我们打开这个user-do里面呢我们定义了一个方法 就是user.login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登录的方法 我们服务端呢是用一个实现类给它进行了实现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user-do implement 这里面呢我们进行了查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connection 还有statement以及without结果集 我们呢定用了一个circle语句 selecting from我们的user when user name 跟上我们那个name值 以及user login passport 跟上我们pwd 然后呢拿到这个结果集进行便利 便利完之后呢我们复制给了一个user对象 那同样我们是在服务端呢也给大家写了一个user类 这里面呢就定义了user的一系列属性 然后这里面有id name loginpwd paypwd以及我们的tel 正好是我们数据库表当中所存放的一些字段 然后在这个实现类当中 我们便利结果集封装成一个一个的user对象 最后返回这个用户对象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select 我们拿到了这个user-do implement对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啊进行判断 如果我们的login等于我们的flag 表示我传过来呢是用于登录的 我们就来进行一下验证 验证成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给大家输出一下 当然如果用户名不为空我们就登录成功 如果我们的user为空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他 登录失败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 同样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传的话 我们就告诉他用户名和密码不为空 这就是我们在服务端给大家定义的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先给大家使用游览器的形式呢来验证一下 ok我们把当前的服务器项目呢给大家发布一下 我们运行起来当前的一个服务器项目 ok服务端的项目运行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输入这一个地址 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user字段当中 其实存在这个张三以及123456的 所以我们拿这个用户名进行一下验证 来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登录成功以及state的状态为1 里面的数据呢 id1 name呢是我们的张三 loginpwd123456 page size以及counter呢我们都给他查询出来 这就验证了我们服务器端的项目是一个可以访问的项目 本节课当中给大家写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使用我们mylogin activity做到一种网络访问的请求 这种呢就直接使用get请求 访问服务器 那这种请求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封装 ok我们在后续的内容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在我们客户端当中点击注册的时候 他拿到的一系列信息 你比如那时候我们需要使用手机号进行注册 我们会在下集课当中呢给大家讲解到这些内容 ok本节课的内容呢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